驾驶从墾丁往北开 行津巴巴快速道路 一路上轮胎不断的压到碎石 大家都以缓慢的速度前进 而往前开在右边的路间 终于找出罪魁祸首 整条高速公路上都是石头 这台车被拦下来了 都太在掉了 掉了一堆石头 太夸张了 真的是 砂石车的车头后方 一堆碎石掉落 导致整路遗落大大小小的石块 而这部酿货的砂石车 直接被警方拦停 事发就在三后中午 巴巴快速道路 一部砂石车疑似车斗没关门 装载的砂石沿路掉 所有驾驶都慢慢开 就怕压到石块会出意外 而民众也募集了 这部砂石车当场被警方拦了下来 这下子不只要被依违反 道交条例开罚 最高一万八千元罚还 也得派遣人员来清理 车头上的碎石 避免凑成其他用路人的危险 东三线玩瑜伽雄 在屏东报导